超音波检查一听到小宝贝心跳声 也放下心中大石头 34岁的周小姐好不容易怀孕 没想到运气中捧上大魔王 我只希望她能够健康 我会比较常关心她的胎动 对对对 她只要有活泼的胎动我都觉得很棒 我是那种马上立刻决定治疗的人 因为我怕她变大也又怕她转移 因为三一性她说长很快 转移性也很高 根据中国副医统计 近年运中乳癌的病人 有17%到48属于三一性乳癌 而且一切改变来得又快又猛 让人措手不及 整体来说三一性乳癌 在占全体的乳癌的比例 大概占10%到15% 那台湾一年大概有 一万五千多例的乳癌 所以10到15% 也许就是一两千例这样子的数字 女性运气要守护健康 真的得格外注意 但孕育小宝贝又何尝容易 因为根据统计30岁以下的女性 有超过5%的生日率偏差 甚至有8.9%以上的35岁以下 女性很难孕 显示台湾妇女的生日能力 的确得注意 小于35岁的10个人 有一个能难 面临这个所谓的一个 生意率下降的危机存在 随着年龄增长 女性面临软潮早衰 软子库存量太低威胁 都让求子路更为艰辛 华语新闻洪世辰由博之高龄警台中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